台湾正在新建第四座核能发电厂 但是在日本311正灾之后 台湾内部反核声浪四起 也使得核四停工与否饱受争议 吕秀莲力推透过公投挡下核四新建案 反核团体也酝酿3月9号上街头 举办反核大游行 桌面上摆满4万份连数书 由吕秀莲推动的新北市反核四电厂 新建公投连数 突破提案所需的16000份门槛 成功达到反核第一步骤 吕秀莲并计划 亲自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 沟通核电厂新建事宜 亲自写给现任的总统 给他传递9个理由 他如果要做功德 应该要会合适 能够累积10万份的连数 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 马英九总统要亲自面对10万的迷移 由于新北市拥有三座核电厂 是全世界核电厂密度最高的区域 身为新北市民的吕秀莲 以推动新北市反核四公投 作为反核行动实践 民进党也在立法院推动法案配合 第一 那么它是一个拼装车 将核岛区重要的工程 发给数十个包商 造成整合有问题 第二 台电自行施工过程 变更设计1500多项 核四盖在断层不到两公里的地方 还有数十座的火火山 虽然目前已经通过了提案门槛 不过仍要在六个月之内 收集到16万份连数书 才能够继续推案 反核团体计划3月9号 在台北发起游行 除了表达诉求 也凝聚更多民意 以公民投票正式挡下 核四兴建的可能 凤凰卫视林清斌台北报道